人民最大声 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人民最大声 我是Angel 这边是快乐联播网 现场时间早上的11点 今天早上高雄就下起了大雨 真的是滂沱大雨 在这边也将气象的讯息 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好 另外 肠病毒在这一周 也要进入流行期了 来 我们一并要提醒 我们的听众朋友 要注意生活上的卫生问题 特别小朋友 真的要记得请洗手 还有洗手 真的要确切的洗干净 好 今天要讲的话题里面 在政治的部分要提一下 就刚刚在十分钟的时候 其实会听到高雄市的市员 吴亦正 吴亦元 其实对年金改革 提出了很多的看法 那其中呢 其实讲给我们全台湾的人民听一听 年金改革 当时为什么要改革 就是钱不够了 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 这时候其实要谈的是说 这个年金当时的管理绩效问题 其实大家都忘了 从源头去检讨跟反省 只会想说年金改革 当时的过程 可能大家不满意 然后觉得很粗暴 因为今天这个韩国瑜市长 在回复吴亦正议员的时候 他说他回想起 曾经有一个立委讲说 如果你们抗议越凶的话 年金会砍得越多 所以我马上去Google一下 我真的发现说 这一位立委 大家还真的都不陌生了 因为去滚球 他还没有吞下去 好 那当时呢 他是怎么讲的 我们来看看 当时民进党的立委段一康 在脸书上发言 然后只说拒绝理性讨论 而围堵年金会场 总统府立法院的人 令人厌恶 并且说包围越多次 会不会砍得更凶啊 好 这就是韩国瑜市长 其实就点出 其实当时在年金改革的时候 那种对立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忘了去检讨说 那为什么年金 在管理上出了问题 我们应该从源头上 去做这个了解 那现在呢 年金改革的都贺 好了 这礼拜 就刚好这个礼拜 在讲年金改革 我一个做公务人员的朋友 他跟我讲说 他现在没办法退休 他要等到65岁 他现在明明才40几岁 他说其实 他本来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 因为他很早就进入 这个公务体系了 但他现在没有办法 那他遗憾的 他不是在计较说 他领的钱会不会越少 他很忧心 觉得就是说 很无奈的就是说 因为他的母亲需要人家照顾 他的母亲生病了 那他现在他必须上班 他在心里想 他说如果啦 我如果可以照之前 年金改革之前的办法 我其实我再过几年 我就可以退休了 我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来这个安心的 来照顾我的母亲 所以听我朋友 年金改革 有时候真的 也不是钱的问题 忽然发现 他真的影响到 每一个公务人员 可能这些 包括家里面的老人家 能不能受到好的照顾等等 其实影响到 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军工教家庭 真的也不是 只有钱的问题而已 连那个退休 现在一定要做到65岁 现在退休 就一定要等到65岁嘛 这是新的年金改革 里面的办法之一 那我就想说 所以一般 像我不是军工教人员 其实我 老实讲 我没有感触那么深 但是我在这个礼拜 刚好听到 我这个 就是公务人员的朋友提起 他就觉得 其实蛮无奈的啦 这也让这个 一般的听众朋友 听一听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年金改革 其实让很多人 对这个蔡英文政府 其实会有这个不满 当然这不满里面 当然还有 这中间执行比较粗暴 除了刚才看到 这个段仪康讲 你包围越多次 我会不会砍得越凶 之外就是当时 那个对立的情况 也不过在前几天 就是支持这个 郭台铭的一些 这个团体 不是也在 在报纸上都刊登了 就是说当时 就把军工教 打成米虫的这种印象 其实那时候的 对立状况 确实是有 这个也就是说 大家对于蔡英文总统 这个执政 一力一休 年金改革 当时的空务也好 完成文官制度等等 这非常非常多 的这个不满 我想这些东西 也是在现在 我们会发现说 为什么这个总统 的这个选举上面 其实蔡英文的这个民调 虽然有慢慢的 这个怎么讲攀升 但是基本上呢 他的所谓他的对手 不管是韩国瑜 不管是郭台铭 其实呢 现在都是领 架在这个蔡英文之上 所以这个是 蔡英文总统 其实必须好好去思考 在执政 的方向 在照顾人民的部分 其实应该更虚心 来做这个检讨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 大家都 有听说 蔡英文总统讲说 大家把它讲得很难听 其实重点 我从来不会去讲 蔡英文总统的个人 其实对于 这个民进党 政府施政 就是蔡英文总统 这个执政以来 其实最多的人民 其实不是对于 蔡英文总统个人 我不会去 讲蔡英文总统 是大小姐 我从来没有讲过 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 一个总统 必须承担的是 他对于执政 应有的这个责任 跟态度 他必须去负责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一项就是 针对政策上面 我们来做评论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 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 在下大雨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自由时报 这是生活新闻里面 美雨的封面 昨天通过了台湾 全台各地出现了大雨 或是豪雨 等级的雨势 那在北台湾 上班 在昨天上午上班 的这个时段 是瞬间大雨 倾盆而下 很多通勤的民众闪避不及 尤其是在桃园 苗栗三个小时 累积的雨量都达到了 100毫米 这种豪雨的等级 很多地方都传出了 这个淹水的灾情 那午后的封面 南移 中南部的山区 受到封面 以及午后热对流的 这个影响 屏东的来意 三个小时的雨量 在昨天也飙到了112毫米 可以说是全台最多的 好 现在就是要请听众朋友 要注意 各地局部都会有大雨 发生的几率 那北台湾的雨是 这个转停 阴天的天气为主 那预计在礼拜四的时候 会转为多云到晴 好 那气象局在这边 是有呼吁礼拜六 还有一道滞留性的 梅雨封面会抵达台湾 那么礼拜六到下周一的期间 这个封面会在 台湾的北部海面的上空 那北台湾的天气 会受到影响 那容易有短暂的震雨 或者是雷雨发生 打雷也会伴随比较大的雨势 中南部地区影响比较小 大概是在午后雷震雨 为主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这边先跟听众朋友 来做一个报告 好 再来看看这个肠病毒 这周可能要进入这个流行期 防疫医师林永青表示说 在上周新增加了一个重症 为北部两岁的男童 那五月上旬 就因为陆续出现了发烧 食欲不佳 还有这个手脚红疹等状况 到这个诊所就医 但后续 依然出现了像是这个 抽搐呕吐等情况转院 好 那确认这是肠病毒 71型的并发重症 并且有下肢无力 不态不稳等状态 所幸呢 治疗恢复良好 现在已经出院了 好 也把这个新闻就是 得到肠病毒 可能会引发的一些症状 跟听众朋友来做报告 那请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其实这肠病毒 当然是小孩子 比较多 但是成人不是完全没有这个风险的 所以也要敬请大家注意 回到政治上的这个话题 最近实在是 把这个高雄市政府 这个有人潜进高雄市政府 叫做吴建宏先生 是之前 曾局 这个市长时代 一个摄影官 但是这件事情 最后到最新早上的发展 整个就疑点重重 好 那这整个事情 就要跟听众朋友 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我们先看到说 因为我刚开始 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 我是也在想说 会不会是像一般 有一些名嘴 或是这个报纸上 有人在讲说 韩国瑜是不是要转移焦点 他本身有这个桃色的纠纷 所以呢 就是用说 除了打韩小组之外 马上再抛一个议题 抛什么 说你看 居然有人五次 进入这个 以前曾局市长室的 这个办公室 然后呢 这个 这样子把这个消息讲出来 可能就是要转移 这个韩国瑜 大家所 这个现在在攻击的 就是说 滴花天酒地品性 之前已经不太佳了 这个是不是 跟这个王女之间 是不是 就是说 单纯打麻将吗 这个夜宿未归 这个晚上都没有回去 到底是在打麻将还是在干什么 那后来 引发一连串的猜测 就是说 不知道有没有私生子 这一连串的桃色的一个想法 所以大家都要在传的时候 那刚好韩国瑜抛出这个 所以我们把整个事情就 今天早上做一个整理 因为今天无意证议员 他说话了 他说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你话要讲清楚 话如果不讲清楚 人家就会乱想了 你就容易让人家会乱想 他说 这个如果 这个不乱想的人 也才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整件事情 真的是疑点重重 好来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台湾时报里面 他所提供的这个资料 那我们 我们先把它念一下 然后慢慢整个还原 这个事情 因为这事情很奇怪的是 这个吴建宏先生 他其实在2010年 他就回到养工处了 所以呢 怎么会在8年之后 才想到说 我要回去拿东西 而且呢 他被这个抓到之后 态度有一点点 你看这样 那个态度就很奇怪 你就用切到罪来办我 他应该是已经想 早就就想好了 但是你真的只是切到吗 来 陈丽娜议员他讲说 你们有没有去想 会不会是 在电脑里面 给你植入什么城市 还是哪里有什么线路 还是有没有杀手 反正呢 你就让一个人 你虽然没有在那边办公 你就在那边让人家来去自如 这真的是很奇怪 吴亦正议员说 吴建宏这个先生呢 他这个被抓到以后 态度就是一副 你知道吗 让人家不经起疑斗 感觉背后的动机不太单纯 就是背后有动机 真的是没有那么单纯 来我们看看这个 台湾时报今天讲 高雄市长韩国瑜 四维行政中心的市长是 爆出了曾任前市长 陈举随行的摄影官 这养工处的季工吴建宏 在去年12月25日 韩国瑜就任当天晚上 涉嫌呢 持备用的钥匙进入 后来呢 又陆续以相同的手段 侵入四次 直到2月1号深夜 被警方当场抓住 那这个案子有很多的疑虑 检调双方呢 应该要查明 让外界呢 能够了解状况 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去年12月25日就任 就有公务人员以钥匙 闯入市长办公室 他所求为何 他的目的是什么 外界真的有很多的疑虑 蓝绿都有不同的解读 民众更有很多的疑虑 蓝绿真的有不同的解读 我刚才已经讲了 有人就在讲说 你韩国瑜卖模糊焦点 对不对 你来看看 有谁出来讲 那个吴子佳董事长 也出来讲 因为要接说 这个在王女家 到底是打麻将 还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你韩国瑜现在来讲 这个 什么什么 这个市长是 你简直在模糊焦点的嘛 那我们来看看是说 真的 是不是 韩国瑜又在打前朝 消费前朝 这件事情就是单纯 就是一个偷窃案嘛 高雄的这个市政 这么繁杂 你不要再打这个烟雾弹了 好 这样讲的有谁 有陈志宗 对不对 有林志宏 在媒体上 也有看到高敏林 议员等等 其实他就都出来讲了嘛 对不对 好 那蓝绿真的都有不同的解读 蓝这边是觉得什么 我刚才也讲了 陈丽娜议员 这个也讲了 就是说 人家就这样子给你跑进去 真的就是单纯来拿文具吗 真的很奇怪 来继续看下去 来 市府阵风市的这个检视 监视的画面 在发现侯建宏在市长室停留了 10分钟到半个小时不等 有两次是拿纸袋 一次是类似海报 一次拿书本离去 来 听众朋友 想一想看 纸袋子感觉也不大 海报 也不大 书本 奇怪 他是去市长室逛大街的吗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看 吴建宏起初他说 他是去拿他遗留的东西 就是有东西放在那边忘了拿 但是因为有监视画面为证 他才公认说是刑切 并且主动交付帽子四顶 还有磁铁 还有市长小红包 以及花灯等物品 高雄地检署的日前 就开庭征讯了吴建宏 那么调查他潜入市政府市长室的动机 还有刑切物品 那么讯后请回 好 这个案子主要是吴建宏他持有市长室的钥匙 让人家不解 为什么他有市长室的钥匙 这个其实在别的报道里面 这个有交接的问题 这个当时行政国际处这边 其实把钥匙给摄影官 本来不是什么不法的事情 是可以 但是重点是 他离开那个职务的时候 交接没有清楚 应该要把钥匙交还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前朝 其实确实有交接动作不清楚 使得这个已经离开职务 你离开摄影官的职务 你就应该要交回钥匙没有交嘛 好 那 现在呢 看到这个 他几次进入市长室 其实根据这个 最新 如果大家在上网 这去抓资料 可以发现说 其实检调其实还在查啦 是不是只有这五次 那韩国瑜市长是觉得说 奇怪 他这样来 而且大概是七天来一次 所以他说他的猜想 有可能是来换电池 是来换电池的啦 那什么东西需要换电池 听我们朋友 其实都可以猜猜看嘛 现在有人猜 比如说韩国瑜市长猜的是监听器 对不对 有人猜 是不是有什么监视器 还是有什么线路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真的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前朝的摄影官 有市长室的钥匙 同时呢 在市长韩国瑜就职 当天晚上 就拿这个钥匙进去 后面呢 连续四次五次 好 来 吴建宏的说法说 他有东西 没有拿 去拿回他遗留的东西 但是2010年 他就回到养工处 怎么八年以后 你才想起来 要去拿回 你遗留了什么东西 这是很奇怪的 好 离谱的是说 后来改说是拿了帽子四顶 磁铁 还有市长的小红包 以及花灯等物品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值钱的东西 公务员不会为了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 冒险行窃 真的有很多的疑点 有赖检警人员调查清楚 让社会了解真实 就是事实的真相 好 在这边 大家也同样会去想说 奇怪 这个事情里面 真的 真的只是要去拿文具而已吗 好 那拿文具 然后这个明明是在2月 也就是说去年12月25号到2月之间 那为什么你韩国瑜这个时候才要说出来 那 后来我们再发现说 原来其实是刚好在5月27号的时候 那么检调说他要正式的来这个调查 那所以呢 就在527说出来 但是527这个时间点呢 刚好是这个韩国瑜市长 被这个桃色的纠纷 喝花酒啊 打韩小组等等这样的讯息 包围的时候 所以吴子佳呢 当然很关心 因为爆料 这个韩国瑜在王女家 留宿 这件事情 哎 吴子佳应该自己就很怕 这个焦点会被模糊了 所以他就先讲说 韩国瑜 你是不是来模糊焦点的 那这个 我们看到绿营的议员们 也觉得说 这件事情 啊 检调就已经讲了 就是 就是偷文具嘛 我现在查出来的进度 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啊所以 不要在那边讲说 好像还动用国家机器 还有什么监听器 啊 为了什么 可能是什么 新版的水门事件等等 那这个 不但是模糊焦点 而且 有点要消费前潮 好 所以呢 这件事情 现在的状况 就是 你看 就各说各话 不过当然 这个真理是越变越明 事后有很多的证据 现在就是 看检调里面 是把这个案子到最后 怎么把它close起来 好 但是呢 这件事情 如果啦 是我们刚才讲的 陈丽娜议员说 如果是以偷东西为借口 植入电脑木马城市 还是有杀手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 陈丽娜议员想到的 如果是恐怖分子 进市长市 放炸弹 哇 这个是不是真的就很恐怖了 所以这件事情 怎么能让一个人来去自如 然后 前朝确实交接没有清楚 你一个已经离开 你现有植物 不应该再有这个备用钥匙的人 你当时2010年 这个吴建宏先生离开养工处的时候 不 离开你这个 呃 呃 原有植物 摄影官 然后 要到这个所谓的养工处去的时候 你本来就应该 要交接清楚嘛 所以这确实啦 各有各的这个责任 然后这件事情呢 也引爆了陈丽娜议员她说 哎 她觉得确实是有人在卡寒 灭寒以及黑寒 那参与人士呢 有一个Q版韩国瑜 还有一个爆炸头 那灭寒小组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布建 希望市府先把内部问题解决 否则呢 市府各局处将会被瘫痪掉 好 这个今天包括 呃 呃 邱于轩议员也跟这个李亚卓议员 借了时间 也在这边讲说 议员就是要监督高雄市政府的 好 议员就是监督市府嘛 好 那议员善尽的监督 把这些事情都把它掀出来之后 包括打韩小组都掀出来之后 但是你高雄市政府不能没有作为 你常常在那边讲说爱与包容 那爱与包容不是 可能不是我们高雄市人民要的公道 就麻烦 包括一些的弊案 大家有疑虑的 不管是庆赴还是弃报案 对不对 还有当时什么 我们其实在看到小林村那个 我觉得小林村那个是不是也要查一查 那个官司之前还在 还在打 对不对 打到是后来自救会的会长出来说 希望韩国瑜市长可以放弃上诉 那个事情其实只要涉及有很多民众捐款 现在其实高雄市民也还在觉得疑点重重 这个就是不管蓝绿 有弊案就把它揭开 今天在这个高雄市政府 我说实在 虽然是蓝营的这个议员 但是讲话 真的是匹配 真的是我跟你讲 一点都不客气 真的也是把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真的就是骂惨了 因为确实很多高雄市民也等着 希望韩国瑜市长帮忙讨回我们人民的公道 来现场时间11点22分 广告就回到现场 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的人民最大声 大家好 我是乐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生活的好东西是 普罗拜尔有机蜜蜜黑骨堡 现在为你联系普罗拜尔杨桂亭营养师 营养师好 乐乐好 营养师 现在夏天到了 其实大家食欲都会降低 吃饭也会吃点少 这餐与餐之间就要补充营养 对我们的食堂人来说 更要注意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营养师我知道我们有黑骨堡有机黑骨堡 它有什么特色 我们这个有机黑骨堡的黑骨堡 它里面就是有蜜蜜 就是我们说的五骨之母 还有搭配黑骨蜜 它的黑骨蜜就是有黑骨鱼 黑骨鱼和黑鱼 还有黑骨鱼 还有黑骨鱼 它主要的一个营养分 就是说它有天然的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 所以我们吃天然的 其实比较有过量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它里面都是黑鱼的食物 所以它是很养生的 还有它的矿物质比较高 所以都很适合我们这个食堂人来补充营充 在食堂人在吃骨粉 因为里面有黑芝麻嘛 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 会蒸火气 尤其天气又暖 那我们有这种问题吗 因为我们的这个黑芝麻 它的熟成的过程 它不是用一般的草皮 它是用类似水蒸气蒸煮骨粉的方式 像我们家人自己在煮饭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电鱼来煮 它就是类似这个方式 所以它在煮的过程当中 它的温度不会改观 所以会让这个黑芝麻的油脂变质啊 所以会不会有上火的问题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说 它怎么会煮热 所以没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 它的营养素保持得更完整 因为它的温度没有改观嘛 所以它的营养素保留得更完整 整个黑色五种骨类的营养 全部都可以留得住就对了 对 不会上火 然后营养又可以留得住 那这么好的骨粉 要怎么喝呢 它可以用温热水冲泡 热水冲泡是比较香 因为它的骨粉熟化药 你用热水把它冲开 它的香味才会出来 那如果天气暖 不要吃得太热 那就是温度可以自己钓进 谢谢营养师给我们推荐 夏天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营养 而且全食物 全营养都保留下来的 黑芋类有机黑菇宝 营养师谢谢你哦 天气更热 有的是大人 饭的吃得少 这个时候 黑芋类有机蜜蜜 黑菇宝 五种蚝食菇类的营养 补养给你 现在我在做话 车卡 空白空空空 八九三 八九三 空白空空空 八九三 八九三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看他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人民最大声 我是Angel 今天讲的有关于有人闯入高雄市政府的市长室。 这些事情包括今天早上在咨询上最新进度都跟天 dificul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讯息除了您本人听到之外 也希望您为您的爸爸妈妈 就是家长或者是小朋友 都可以贴心的准备跟提醒 好 谢谢 今天再讲 偷闯进市长办公室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非常让人家怀疑 怀疑的这件事情 2010年 现在是2019年 对不对 但是闯入算2018年的事情 2010年算8年前 有没有人会在8年前忘了拿一个东西 8年后再回去拿的 还是单纯的一个偷窃 但是 你就想说 我只是来打赏东西 你就用确道罪办我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讲是不是就觉得怪怪的 但是我们真的要检讨一下 如果说市长室 你这边的警卫这么松散的话 然后呢 前朝有交接不清楚 该还的钥匙没有还 8年之后 还在市长室这样进进出出 如果像陈丽娜议员讲的 有什么线路啊 是不是给你植入一个木马城市 还是怎样 去给你放个炸弹 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真的 提醒高雄市政府 在整个维安上面 真的要再加强 那至于韩国瑜市长 他所怀疑的就是 你来来去去 大概每七天来一次 是不是合理怀疑 是来换电池的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电池 是想说是监听 还是说是什么摄影 他想说 绿营的议员就讲说 大家拜托用脑筋想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你韩国瑜没有在里面办公啊 那我是在里面 给你装窃听 能听到什么 还是我在里面 给你装监视器 你里面就是空啊 没人啊 那我是要看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韩国瑜来这个 模糊焦点的 好 但是我觉得就一码一码查嘛 反正已经进入检调 5月27嘛 那5月27的时候 那韩国瑜就把这个事情呢 也就讲出来了 那我觉得确实要好好的来做一个这个清查啦 好的 并且要加强市府的维安 这是确定的 好 至于这个 韩国瑜之前被传说这个桃色的这个 这个桃色的这个纠纷啊 那我们来看看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前天爆料这个检调单位有掌握哦 恭喜检调单位哦 大家都有听到嘛 对不对 掌握高雄市长韩国瑜多年前 夜宿新庄王姓女子家中的画面 并且针对台北县客家同乡会招查账 好 对此呢 台北地检署调查局昨天都澄清了 好 他强调说 没有搜集或者掌握韩国瑜 或者韩国瑜友人私人领域任何的录影画面 并且驳斥国家公权力当打手的指控 好台北地检署发布的新闻稿澄清如下 第一点本署并没有无信媒体人所说的这个录影画面 那么经查呢 本署相关的案件卷内并无所谓的韩国瑜多年前 在一位王小姐家过夜的录影画面 那无信媒体人爆料之消息与本署无设 意思就是说他讲他的 但是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跟我们没有关系 好第二点本署严守侦查不公开原则 无信媒体人所述与本署无关 好本署侦查任何案件 一项严守刑事 这个诉讼法 侦查不公开之规定 绝无国家公权力当打手之情势 请外界恶作无谓的揣测 然后伤害司法的威信 那调查局呢也澄清说明如下 第一本局未曾收集或掌握韩国瑜或友人私人领域之任何录影画面 那媒体爆料的消息跟本局无设 好所以调查局也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东西 好第二点调查局说 韩国瑜创设之台北县客家同乡会遭查账已结 与本局无设 好这件事情呢跟调查局也没有关系 好第三点有关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相关的案件 本局系依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那么执行的作为均依法办理 好所以当时确实这个调查局有针对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有去进行一些这个司法的作为 好但是是依法办理 好那么第四点 本局执掌司法调查工作严守行政中立 各手侦查不公开 绝无国家公权力当打手之情事 好所以呢是这个我们调查局 好跟我们台北地检署 其实呢都已经正式对外来做澄清了 好那不过这边也看 就是说当时确实韩国瑜在台北农产的时候是有被查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其实会听到这个韩国瑜 有时候就说他之前都一直被司法追杀这件事情 好那不过当时当然时空背景 你觉得这是一个打压 那但是呢这个调查局也是说 我也是依法行事 我也是配合的 好那但是呢就有这件事情 但是有的我们就说有 啊没有的就没有 所以这有时候我觉得啦 有时候一个名嘴 有时候可能会毁坏其他名嘴的微信 所以大家有时候对于这种名嘴 有时候真的这样 形象观感都不好 其实他们才真正在带风向带的很严重啊 来那我们来看看在网路上面 有人说我带风向我来说明一下 谢谢我们的黄小为跟我说早安 爱米说早安安琪收到哦 还有杨诗诚的 Good morning have a nice day for you family and friends 收到我们的爱米跟我们按赞 我们的心路旺说早安 嘿还有我们的郑松红说 午安安琪昨天找不到您的广播 哦昨天又我请杨洁代班 原因其实是我跑到这个高雄市议会 然后顺便因为下午又有一些公出的行程 所以因为杨洁他没有做这个现场的直播 所以就不好意思 昨天没有这个把他上到YouTube去 好另外杨诗诚说share的 谢谢帮我们做分享了 那么王玉梅小姐说早安加油 你说安琪能不能说说 为什么蓝绿都要黑韩市长 谢谢 这就是政治的利益嘛 对不对 而且最近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各个媒体都会倾向去 支持这个郭台铭 尤其是某个1234567什么数字电视台 你有发现说其实大家都会倾向 这个去 去把这郭台铭的声势加大 那或许郭台铭也因为他的努力 现在声势是在看涨 不过有时候 以策略来讲 有时候就会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主要敌人就是民调一直都很高的这个 韩国瑜 这个是这个政治上不可否认的 大家都这样子做 那但是你把韩国瑜 其实你先攻韩国瑜嘛 然后你先有点像在挺或支持 爆一些郭台铭正面的消息 可是等郭台铭如果说万一他到时候是他出现 他的民调比较高 然后代表这个国民党的时候 那你就会看到 其实郭台铭不仅是在以前他的私德 他的桃色风波 以前才精彩了 大家要不要赶快去搜寻一下 有人还报他的什么性爱知识什么等等 还有他这个投资啊 跳票啊 现在是大家其实打 打到最后你会发现 有些媒体收手了 现在往他正面的去报 那就是这样子嘛 先把一个人拉下来 然后再找第二个 那第二个其实 郭台铭到时候能够被攻击的东西 我相信其实是更多的啦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阿米有回答你 就是政治利益利害关系 那陈伟说 安琪早安 嘿早 谢谢你长期支持 我都有看到你哦 还有我们的沈珊妮小姐 谢谢早安 还有我们的江欣 对不起我拼一下不好 六 他说不要再妄想 蔡赖沛和柯赖沛了 这两组笑话组告诉你 不可能 好 其实蔡赖沛到现在 我们看似乎好像也 也没有机会 尤其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前行政院 我们的格魁 这个赖沛先生 他最近又再澄清了三点 事情就是说 这个蔡团队对他的这个误会 那这个误会里面当然是不是有涉及 就是说一种说谎那种感觉 还是让他心里有疙瘩 那种疙瘩其实在蔡赖之间都有 所以大家有在讲说 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有人一直心存 就是说 因为民进党永远会给你surprise 就是民进党的最后的那种 那种为着构台湾的团结 搞不好最后蔡赖又配了 好啦 那柯赖是不是有可能配 柯文哲最好玩的 他现在就拖到说九月嘛 对不对 所以永远不知道 他说反正我调皮啊 记不记得他之前讲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好 这个我们就觉得 其实就先不要猜这么多了 那我们来看看 卢水利先生 飞含不同 六月一号台北市凯道店 好 其实卢先生 飞含不同在那个林小姐 高雄林小姐 他当时访的网军里面有讲说 飞含不同其实是 大陆那边网军 说出来的一个口号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讲飞含不投 我觉得就是会被人家讲 就是说 呃 含粉有点像是恐怖情人 那种feel 所以我觉得 不要再去讲飞含不投 虽然说大家都有各个政治的立场 不过我只是提醒你说 这有这样背景 那你自己可能要思考一下 你说话 用的这个名词 那我有看到有人跟你暗生气啦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支持不同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要尊重啊 我们都不要去生气别人啊 好来 那另外有我们的街心 他讲说 醒过来独立思考 把台湾忍事 没错 好 那王嘉恩说 英雄跟草包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啦 这水利先生 越抹黑韩国瑜 越力挺 支持韩国瑜总统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在这边讲一句 讲一句话啦 我发现其实这样的情绪 在蓝绿之间都有 比如说你越是攻击民进党 或是越是攻击 比如说 这个支持赖清德 或支持蔡英文的 那其实也会使得 他们的粉丝更坚强 那同样啊 韩国瑜这边的粉丝 当你们被人家叫做韩黑 或者是说不理智等等 或者是说你们去 就是说被别人攻击的时候等等 那其实也会使你们更坚强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 其实我现在看 其实就是 真的是一个 一个分化对立的一个局面 只是说 总是我后来在思考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会各拥其主 大家都有不同的信念 政党的判断等等 那我觉得大家在各拥其主的时候 要记得 不要造成太多的仇恨 跟这种杀伤 我觉得你只要把 比如说 你觉得蔡英文好的地方 你觉得赖清德好的地方 你觉得韩国瑜好的地方 你觉得郭台铭好的地方 等等 你们去把好的做加强就好了 我觉得这社会其实需要比较正面的一个做法 跟思维 那永远是这样 打击我们的人 我常常在想 蔡依林 是不是 的故事 她就是因为有人一直就是攻击她 所以她后来不管练体操多辛苦 几次不管是掉下来 她都一直努力 所以蔡依林现在真的也是 我们台湾流行乐坛的一个巨星 可是她背后的动机 其实当时是被很多小人攻击 可是小人是不是其实就是我们的贵人 那也要看她 她能不能成为你的贵人 要看 第一个你的骨气够不够 还有你的能力够不够 那换句话 我来讲说 这些比如说被攻击的任何一种粉 就是说 其实你们只要 我觉得你们自己的其实信念 我觉得清楚 然后我觉得正向 到最后 你们所支持的人 其实有可能就会当选 那你们现在是因为各位其主 大家有不同 那我觉得也就这样 那在各位其主的时候 当然会有一些说法上面 比如说像有些没有攻击 他只告诉你说我飞函不投 他没有攻击任何人 可是可能有另外的人听 就觉得说会很刺 我觉得那就也大可不要 因为事实上当我看到赖粉跟阴粉 那样子对抗的时候 其实我也觉得那是不舒服的 真的大家因为政治 大家各拥其主 需要斗成这样子吗 如果听我的节目 我说人民的觉醒是希望大家的 这种情绪上的 可以尽量 回到理智 沈山尼说退一步来讲 无故侵入市长 是就很奇怪 对没错 谢谢我们的TW TW 给我们按一个闪亮 江俊德说 感觉主持人在带风向 其实我不用带什么风向 其实讲的就是 刚好今天报纸 还有跟 今天早上咨询 最新的一个状况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韩国人说什么 我也不会给他加料 然后这些议员说什么 我也不会加料 好 那这个艾米说 五支夹乱爆料 为什么不道歉 好 我知道你在讲 讲谁吗 就是那个吴先生吗 为什么不道歉 那你就可以看 看有些人如果说 他讲的真的是谎话 然后他还这样 硬撑硬挺 那你就是把它看清楚了 对不对 艾米说良心主播 谢谢 我会持续这样做 好 那个 茵茵说 你好 为什么看不到 昨天的广播内容 早了一个晚上 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你 都有在follow我 不好意思 因为昨天 我是请杨洁 那他因为他没有做直播 所以就没有上传 谢谢大家 好 郑松宏说 安琪主持人报导 事实不带风向求职 的赞赏支持你 谢谢 我也给你们按赞 对 因为我觉得 中间选民的力量 我们呈现事实就好 艾米说 三月市长才搬走 对 可是他其实没有在市长市办公 艾米你如果去做回想 三月市长才搬走 但他之前都没有在市长市办公 他在哪里办公 大家回想一下 他跑到市围行政 他那时候还在市围行政中心 他在会议市办公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好 来信路王说 为什么可以纵容黑爆料的人 绝对不可以纵容 但是我觉得就是舆论 我们现在人民对于那种乱爆料的人 甚至于可能是乱爆料的名代 甚至于会不会真的是说大话的这种政治人物 我觉得说我们都是这样子 理性的观察 好 那Joy Cole说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 个人表示遗憾 也促请检调单位 尽速侦办 勿忘勿重 更建请市府相关权责单位 加强内控 对 需要重新的来审慎检视 并且加强各项安全 以及资安保护工作 真奇怪 怎么台面上的大人 没有一个人说这样类似的话 有有有 其实那个陈丽娜议员 他讲说那个木马城市的时候 其实资安的问题 其实大家就就已经有有讲到了 来江俊德说 之前他说陈局市 绕跑市长剩六个月 要他做好做满 那韩市长做六个月 就要选总统 你真的支持 我因为我对于那个绕跑 我发现从以前的政治人物到后来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党章都没有变 所以我已经在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三 礼拜一再讲 那个绕跑的那个定义 我们都不用追着政治人物打 因为蓝绿 从以前 我跟你讲 未来 我一直在举证文灿 都还会有 所以 好 那你再讲是说 如果当时 骂陈局市绕跑的话 那现在自己要来绕跑 那这样子 你要来支持韩国瑜吗 我就跟你讲说 我也还在观察 对啊 好 艾米说 谢谢安琪的公正评论 因为我为什么要观察 我一直在讲的就是说 那高雄市政 看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陈丽娜议员是有讲 他觉得现在韩国瑜市长做的 其实还不够 显然他没有很支持 那当然 也有人现在在讲说 因为有一些蓝的议员 因为是属于不同派别的人 所以有的其实也不支持 所以其实都会有这样 也不是只有绿营 在攻而已嘛 对不对 蓝营这边也有不支持 但是我觉得 我们就是再继续给他看下去 因为像现在民调 你们看起来不也都是在参考 像民调哪个准 政治人物都告诉你了 对不对 他们自己也不相信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 一个新的状况 民调整个翻盘 艾米说 安琪真棒 感恩谢谢 红素颜姐姐说 安琪早安 肯定中立讲评 当今真一只 真眼说瞎话的 还是一堆 是 艾米说物极必反 越黑越赞 这就是这样子 其实两边都是 你知道吗 其实像那个高敏林议员 大家看他赞成那样子 对不对 可是他觉得 他其实是被 这个 韩粉 当然我们知道真的假的 就是他觉得他也是被攻击到 整个人 启启启了 但这是一部分的说法 第二当然我们也知道 他的这个政治的倾向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他也确实因为 我想任何人被攻击都会很准备 其实你们可以观察高雄的林小姐 后来其实我在发现他在上个礼拜五 他把那个引力的新闻拿出来讲的时候 因为引力讲了一句话 现在攻击含的都是蓝银 对不对 我看那个林小姐 因为那天直播我在啊 我看他一直在那边画 他在讲说 谁说攻击含的都是蓝的 你们绿的没有吗 他那时候讲话 那个语气 其实就是已经 你知道 因为他也被人家攻击 其实所有被战出来 不管你是挺谁的 你都有可能会 你知道吗 就是棒都是打出头鸟嘛 所以其实你们越在前面 或是说 你们越是很坚持很理想的 你们当时敢这么坚持 说实在 你们真的要心理准备 就会被攻击 但是越是被攻击 你就越坚定 这是很多人 那我只能是称赞你说 你们都有实力 都有骨气啦 因为我是用很成功的例子 其实来看 那 但是我 我觉得其实真的 对很多的 不管你支持谁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还是理智一点 我觉得还是 还是观察一下 这样子是比较好了 好 沈珊妮说 对呀找的视频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昨天都让他们找不到 好 现场时间十一点四十八分 广告就回到现场来 人民最大声 快乐 最好康 那当然今天 爱丽点的 我们的现场来介绍 给大家 来自于西班牙 原装进口的 冷压出炸橄榄油 医生在用 教授在用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 会计师在用 会计师在用 对 所以不论是说 你平常是要使用 这些是要送礼 都非常非常好 送礼当然送健康 对不对 好但是今天 爱丽点在判定的时钟 我要来问一下 总是不好 第一次见面 你一贯要卖三百八 给我们快乐 联播 有听众吧 一组五瓶就好 对 一组五瓶 我刚刚算过了 如果是以单瓶三百八来讲 对 五瓶就要一千九 对 给大家一个特别的组合嘛 好不好 特别的组合 对 对 我知道 而且觉得 就是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对 就是给你们一路发 五瓶 对 给大家一六八零 不怕你去比较 吃好的油 真的是对身体健康很好 台湾现在大家最怕就是说 心血管的问题 是 然后最怕突然发生了什么样 身体上面的意外 对 这些都是来自于没有吃到好的油 对 然后再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进口这个橄榄油的时候 12年前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 我发现真的是吃对油 对的油 对 让你的身体健康 让你的身体变更健康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跟大家讲 再怎么样有机的食材 用得再好 你的油用料买去 就整顶都买了 是 因为人是水加油做出来的 没错 所以我们人是不可以缺油的 是 很多人会说 哎呦 这样的油 干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 你到底是不是吃对好的油 没错 如果你都吃到那些油炸物的油 那都是反式脂肪 那个反式脂肪 最近不是一直在 卫福部一直在讲说 什么是反式脂肪 现在都要标示的很清楚 反式脂肪就是 让我们身体会不好的脂肪 没错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都要注意 对 所以用对好的油 来自于西班牙 原装进口 Extra Virgin 第一道冷压出炸橄榄油 那欢迎大家 原本外面一瓶就要380 现在五瓶哦 就要一千九了哦 对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是 1680 1680的价格 一路发 一路发 对 就是运气好 是 然后吃的又健康 太棒了 来等会儿好 来0800 058589 0800 058589 0800 058589 2021年的2月8号 最后是呢 最后是呢 可以放 所以大家不用欢乐 电视 0800 058589 0800 058589 感谢阿蓝的Ari 谢谢 谢谢 快乐 最好康 让你越来越快乐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来听众朋友 所有收听的是 人民最大声 这边是快乐联播网 是Angel 早上时间11点50 将近52分了 我们听看黄小为 在脸书上留言 说被寒粉攻击 都是借口 您刚才可能 听我在讲高敏林 还有其他 其实 是这样子 其实 我觉得 各个拥护的粉 都有那个情绪激昂 然后 伤到 因为 粉的结构 真的 大家自己也都 不是每个粉 都认识每个粉 认识是团体 比如说 大家都支持韩国瑜 但并不是 所有支持者 彼此都互相认识的 所以这素质不一样之外 其实还有 我们已经发现 就是说 真的是有假韩粉的存在 那当然有些人 他们是 韩黑 但是 其实 不管怎么样是 其实 韩粉 自己本身 就是那种 植树 很好 很善良的 然后 其实就是单纯 比如说欣赏 韩国瑜 他这种为人民出发 这种观点的 其实这样的粉丝 我看到的非常的多 但是当大家就 用韩粉两个字 就冠上了 然后比如说 有一些韩粉 比较糟惊的 比较糟惊 就是说比较激动的 然后去骂人的 然后就被大家 可能放大了 就是说 韩粉如何如何 主要 韩粉也被攻击 其实这个对 所谓真正的韩粉 自己都发生了 其实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很不公平 其实他们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你们 我一再要讲 不管今天 你是支持谁的粉 其实你们都是人民 人民跟人民之间 我们不需要去互相对抗 对不对 我们只有是 对于这个 不同支持的候选人 我们提供我们的观点而已 我觉得不需要 人民去斗人民 如果人民再斗人民 就没有觉醒了 这是我一再 希望大家一再理智 在这种支持不同候选人 在这个民主 尤其特别遇到选举紧张的时候 这反而是你要内观 一定要告诉自己 说理性一点 好 至于这个韩国瑜 到底做了什么 这我明天会讲 这个因为有一个网友 Fishyo 已经在几天前 因为他非常用心的 把韩国瑜所做的 这个所有的事情 就整理出来了 那听众朋友可以在网路上搜寻 因为我觉得很多网友 其实是很用心 就是说当你支持一个人 他是把韩国瑜做的正面的事情 都表列出来 那我们就会想说 这个比如说韩国瑜这样做 我们要对比看 其他的政治人物 就是说好的要跟好的比 我们要比好的 不是比坏的 就是说烂苹果再比 真的人民会伤心 但是如果说 这个韩国瑜他很认真 之前拼出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这些都是有评有据的 那我们来对比说 那其他的县市长 就是未来的政治人物 能不能也做出一番成绩来 我觉得这是往正向去看 那有这种网友 我觉得这种素质 就非常好的韩粉 那像这类的韩粉 其实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今天 透过听众朋友讲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不要去 对任何一种粉 不管阴粉 韩粉 赖粉 还是什么 什么是锅粉 韩粉等等 其实我觉得都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 那种网军攻击 真假已经难辨 那没有必要说 去针对这个韩粉 其实也去攻击 因为 当然 你知道在政治上会是这样的 你去攻击他的粉 其实重点是要攻击他本人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子 这种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谁在操作这些呢 就变成人民 搞人民对立 我觉得这个是要 大家非常警醒跟小心 所以当你不管是哪一种粉 听你在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很爱 哪一个候选人 你真的讲话 就是要像 我认识的一些很理性 很善良的韩粉一样 他只是喜欢韩国瑜 就是要为人民做事的这种观点 就是我们也在检视说韩国瑜 麻烦你继续为人民做事 那证明说你是真的嘛 对不对 我们都往正向去期待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呢 这个社会才会越变越好 今天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去讲那个被政治摧毁的英雄 那我们明天再来讲 先谢谢大家的收听了 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 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11点到12点 所制播的现场直播节目 除了在收音机旁 全国可以收听之外 也透过这个脸书 同步播出 另外呢 在下午3点左右 也会放在YouTube上面 让全世界 这个没有任何时差的时间 都可以让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明天再会